男人运作起来 而且四哥是没有地面兵力来协防的 他的中攻捕的太慢了 四哥的真攻击还要再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看他这个 现在四哥开了这么多的矿 他必须拥有足够的运输机 以及是坦克 才能够全部的防守好 防守好这些矿之后 四哥才能去考虑反攻 所以说这个现在菜天使的进攻点实在太多了 只要他有运输机 四哥怎么样才能够渡过这一段的难关 这是一个他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那如果渡过这段难关 四哥的这个经济运作起来 就可以跟对手疯狂的换兵 然后找到对手的破绽一预击溃 也是分门不是梦了 好现在这个 刚才那边 哦什么呢 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东西 四哥很冲动啊 这个没有必要投的墙这边吧 你手好里面就可以了呀 哎呦 还跟挺有效果 投了这么多 这刚刚只看到三加艺术机 三加艺术机能下来这么多兵吗 这边 这边四哥没有 这个这空期自己 没有去老老师的防守 还去反攻别人 这稍微有点过分 这也没有必要 然后扯了这么多兵 四哥的补兵速度 现在才刚刚缓缓的跟上来 最好还是在右上的那个墙里面 布置一些部队来防守 只要是把对手的部队 从这个墙给逼回去就行了 那蔡天使不打右上 这个也是比较奇怪 他想打正面吗 他想直接端四哥的家 又不去 这个蔡天使在想什么 你要防守的话 现在你矿没人家多 你守过什么劲 你兵力这么占优势 又是控制了中场 不如就去 叫在右上跟四哥争这块 争这块地皮 都很有前途 四哥这里根本没有防守啊 蔡天使又不是没有运输机 坦克也是架在墙外 你可以掩护墙里面的风投 结果他不去 这边四哥还要打正面 你疯了 你得赶紧架起来 蔡天使还是想打正面的那个人 四哥的运输机 在这准备好 他怎么又收起来了 你赶紧架上吧 哎呦天呐 人家蔡天使所有部队都集中过来了 你这个是搞笑来的吧 一共坦克 四哥这边也是 这边后面都是服兵的 你这个要赶上 那你不把蔡天使笑坏了 四哥兵力前还没有蔡天使 你这个时候不要考虑打正面 该开矿 该开矿 该手矿 这边三天使终于做出了本场比赛 他最英明的一个决定 打右上 一看没防守 不舍得投太多兵下来 先投一点 四哥投六点钟 不错 这个六点钟早就该解决了 右上的一个角框 是一个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牵制作用 现在四哥跟 就现在相当于四哥 可以把六点钟布置好一个防线以后 舒服 再踩六点跟左下 然后在右上跟对方 这个打一个打一个消耗战 四哥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个经济优势 跟着打好消耗 漂亮的白雷达 四哥知道了对手主力部队的位置 自己选个好地方 先架着吧 赶紧架着 四哥好多的预输机 四哥 四哥这么猛啊 四哥 四哥表示自己不是宇宙第一推 自己是宇宙第一头 这预输机的数量威慑 就已经把财天师给吓跑了 哇 这么多兵啊 四哥的兵是变出来的吧 五中宫爆出这么多兵啊 关键这预输机要装满的 这太可怕了 四哥你这是作弊刷兵的吧 太假了太假了 四哥怎么哪来这么多的兵啊 哎呦 正面的一场大混战 哎 这四哥的兵投胎的有点慢 赶紧是已经架好了 阵型方面的话 还不太好说 应该赶紧是比较占优势的 两边包架 不过四哥是 特意开了点小花啊 这样的话 双方是都损失了一些 但是都没有死光 然后赶紧是冲动的A了上来 四哥下面的坦克得以输出 漂亮 这样子的话 四哥是吃掉了 赶紧是一波很重要的主力 双方再次的批消耗 四哥手腕已经是可以 威胁到蔡天使左边的主框了 不过蔡天使怎么又装走 又又回来了 他难道已经装满了 左上 四哥也开了 我天哪 四哥这下围棋啊 先枪脚 下围棋是先枪脚吧 哦应该说黑白鞋的 黑白鞋先枪脚 左上那边框 财天使发现了 好 来搞定一下 那不能让你舒服的财 四哥六点钟的矿 可才是拉农民过来 被坦克轰光了 哦 财天使直接就地修机力 很嚣张 现在正面的封锁线 已经意义不太大了 但是 如果你不稳固正面中央战场的话 财天使的这个开的矿 是非常危险 难道会受到威胁 正面四哥的部队 可以随时走过来轰你的矿 但是 如果要管正面的话 对财天使来说 是很难很难办的 这个代价太大了 而且中央战场 你既然管住了 你也管不住对手的空头 中央战场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你怎么样的建立起 这个坦克防守线 才能够保证 不被对手吃掉呢 很难很难做 四哥这边运输机就是满载 这边要解决一下自己正面的那个伊斯堂尘阵了吧 对伊斯堂尘阵确实比较的讨厌 四哥倒是挺舍得的啊 直接放弃了右上的那个角框 那边跟队友争一争 倒也不错 他不争 诶 财天使运输机来打击四哥的菊花了 四哥没什么压力啊 对四哥来打别人的矿 我家里也反正 也就是一些房子也没矿 你来打也不怕 财天使这边 由于中央战场没有控制住 就导致自己的矿区 是不断的要受到四哥的威胁 好 这边双方运输机已经过来了 财天使很冲动 把坦克拉上去干嘛 好 这边四哥逃的是墙内 财天使的坦克赶紧过来 四哥已经架起了 现在财天使也没办法了 只能 只能是阻止四哥把坦克往上推进 因为这个坦克如果往上推进的话 财天使这个墙里墙外的矿是都别分都别踩了 现在好歹是墙外那边矿还能动 财天使有点 有点受不了了 打四哥出兵点 哎 不去 财天使在想什么 财天使有点慌了 试菜啊 这六点钟 这六点钟倒是真是个空门 不过你打了这有什么用呢 四哥也不差这一片框 投赵道挺快 像拉戏一样啊 这坦克哐叉一下的全掉下来了 哎 这坦克你要守一片框 那搞笑啊 然后大部队来打这边农民 您真是欺负弱小啊 好 哎 看这边没什么好欺负的 上级走人 好了 又又是一片精英命卖 这边框一掉可以击击了 左上那面脚框四哥就是运输机 随时过去随时拔 这边财天使 似乎是想找四哥的主力打一波 不打左上了 把左上留给财天使 先解决自己六点钟 毕竟那边两片框 自己如果解决了开出来的话 就好很多 哎 这一波四哥投进来的话 被吃光了 哎呦 这一波被吃光了 不太好办 四哥的这个主力有点太分散了 刚才的进攻虽然是威风霸面 但是这个毕竟这一波送了很多兵 看到中央战场四哥的兵也不多了 但是机兵点的兵不少 四哥疯狂的造机力 还是要扩张 就是喜欢开矿 后面又是大量的部队运输机 四哥装好的话 这一波很恐怖 看打哪 这对是一队满载的运输机 带满了坦克机器人的恐怖的一个部队 而且都是用两攻 好 似乎地面还能够剩很多 剩很多的空地一体的一个部队 好 来吃这条阵线 哎 不错 让太天使的部队伸伸来迟 赶紧的还是想建立一个防守线吗 哎呦 好多坦克 四哥 四哥先开炮了 哇 刚看里面大爆炸呀 哇 全是大爆炸 哎呦 这爽 这一炸就是一片 哎 打完之后四哥 四哥的兵怎么剩的不多呀 这两边主力的对决 倒真是两个成爷们 这都是肉打肉啊 打完之后四哥发现自己经济状况很差呀 这个 右下的矿采光了 只剩左下一个经济点了 然后六点钟的两边矿迟迟的没有去解决 也是有点太沉迷于进攻了 这个导致自己的后方没有 顾好 其实这个 这个堡垒的地图的中央战场 是一个 比较戏剧型的战场 对中央者容易失天下 刚才四哥在中央打的风生水洗 结果 结果导致自己六点钟的风况 是完全的被抄掉了 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好 打右上 这个是思路不错 右上这边矿不仅能够抢到 不仅能够打掉对方的一个资源点 同时自己也是能够趁势扩张 好 蔡天师选择吃四哥有生力量 好 这波非常顺利 也是打掉了四哥大量的主力 只要四哥被迫放弃右上 赶紧再把兵投过来 累死了 蔡天师再 再如法炮制一下 同时进攻了 分了一架营充机 去找当四哥的经济 四哥有点悲剧啊 这个抢组之末了 要 那四哥可是断框了 曾经一段时间四哥是通过自己西里的不断的一个竞争决斗 打的锁成很多兵的蔡天师不知道该把兵给到哪 把蔡天师打迷茫了 然后蔡天师 在六点中的一个小分队却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里四哥想掩护一下自己的农民远程采矿 卫果 这里还是受到了威胁 两个人现在都是 在为自己的经济问题担忧 蔡天师还好 左上那边矿总是在运作着的 四哥现在就只能远程采矿了 两个人似乎又打算正面的拳头拼拳头了 来吧 谁有这个胆量 还有谁 还有谁有这个胆 都不敢 哎呦 这里农民不断的损失 四哥就是不敢投过去 蔡天师的运输机就在附近待命 随时等待你冲动的一波 我就投在你脸上 被压缩的已经渐渐的没有生存空间的四哥 右上角的那个矿也没有能够抢过来